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非技术,但是却又热议的话题 AI如何影响自由职业市场,也叫做兼职市场 以及为什么某些工作会被AI替代 同时AI又如何帮助自由职业者 一,图形与网页设计的增长 随着数字平台越来越多的整合AI技术 如Chatigup,对图形和网页设计师的需求激增 AI可以自动化一些设计流程 但创意设计需要人类的创新思维 这是AI难以替代的 二,写作需求的下降 Chatigup等AI工具能够自动化常规内容创作任务 减少了对人类写手的需求 然而,深度报道 创意写作和情感表达仍需要人类的细密触觉 三,网站开发工作的小幅增加 这反映了对专业人士的需求 他们需要将AI功能融入网站中 AI可以处理数据分析和用户行为预测 但定制化的网站开发需要人类的创意和技术洞察力 四,社交媒体营销的小幅下降 AI的自动化能力可以执行某些营销活动 如内容创建和客户互动 导致对人类营销专家的需求有所下降 但策略规划和品牌形象塑造仍然需要人类的创造力 五,视频编辑与制作保持稳定 虽然AI可以辅助简单的编辑任务 但创意内容的制作、故事叙述和情感连接等复杂任务 仍然依赖人类的专业技能 六,客户服务的轻微下降 AI聊天机器人能够处理基本查询 减少了对人工克服的需求 但在处理复杂问题和提供个性化服务时 人类的情感智能和判断力仍然至关重要 七,翻译服务需求下降 尽管AI翻译技术日益进步 但在处理语言的微妙差异和文化语境时 专业的人类翻译仍然不可或缺 八,会计和销售工作相对不便 AI可以自动化数据处理和分析任务 但在提供定制化财务建议和建立客户关系方面 人类的专业知识和人际交往能力仍然是关键 在这个变化的时代 将AI视为一个工具而非威胁 利用它来增强你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专注于那些需要人类独特能力的领域 如创意思维 情感交流和策略规划 将确保你在职业生涯中保持竞争力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AI在自由职业世界中的角色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别忘了点赞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 获取更多科技资讯 记得拥抱变化不断学习新技能 你才能在AI时代中脱颖而出